鯧魚在油鍋裡變得金黃 放上煮好的芋頭米粉 在慢火熬煮 就是一道年年有餘 燉煮到Q軟的珠吸金跟烏生 這道是台灣餐廳鼎泰峰 在中國大陸推出的虎年菜 但台灣吃不到 這是我們今天推的虎掌聲 應該在北京 沒有餐館推出這種東西來的 這些年菜都能變成冷凍包 消費者只要解凍加熱 就能在家變出接近餐廳的美味 因為兩岸年菜的選擇習慣逐漸不同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在小年夜 或是之前早疫定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講我什麼時候來提貨 他們就有一票人就是在現場 直接燒製 人口多 然後你定的量 如果說不是很大團隊的時候 你沒辦法生產 比較方便 疫情特殊的情況下的話 可能能夠至少有這種特殊的感覺 也許我們不能回家過年 但是有一份關於美食與家鄉的記憶 像這是北京知名的烤鴨 還有港式的花椒雞 這些都是冷凍的大菜 像這樣的半成品加工食品在北京的消費市場是逐年的增加 根據調查2021年中國大陸冷凍預置菜肴市場規模將近3500億人民幣 將以年增幅20%成長 預計2023年將達到5156億人民幣 約合超過2兆台幣 12月份到現在大概3到5成這樣一個增長 疫情這兩年 中國大陸提倡就地過年 形成春節經濟的新型態年夜範 TVBS新聞朱光紅玲瓏士陳韻文北京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